我们不会再辞职,我们赶紧很多时间。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,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活动推动了非洲的发展,中非友好的种子日益深深榨根于非洲人民的新田。 而与此同时,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扩大,中非友好大家庭的成员也在逐渐增加。 2016年3月17日,钢比亚同中国复交。 2016年12月26日,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中国复交。 2018年5月26日,布吉纳法索同中国复交。 中非合作正在汇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民。 2016年7月,就在习近平主席在约翰·雷斯堡峰会上宣布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半年之后,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·雷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。 是若是若同国之争论坛约翰·雷斯堡并长的自己的国家。